观众朋友广州欢迎回来继续收看今晚的新闻33 在下面的时间里呢 请看我对亚洲巨生纽西兰选拔赛决赛决赛的评委丁曼老师的专访 观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邀请到了亚洲巨生纽西兰选拔赛决赛的评委丁曼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对他进行一个专访 丁曼老师你好 主观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丁曼老师这次亚洲巨生纽西兰选拔赛决赛已经圆满落幕了 您作为一个评委 您怎么评价这次亚洲巨生纽西兰选拔赛的比赛呢 这话真的要说起来就长了 其实我觉得呢 这次比赛 不论从这个主办方还有承办方的安排 包括我们电视台的整体的这种规模真的是蛮专业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 也是我蛮期盼的一个形式一个赛事 所以呢也很成功 而且呢我觉得新西兰的这个选手确确实实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选手真的实力也蛮强的 而且呢我也是觉得这次选手们也都充分了发挥他们的特长 发挥了他们的这个尽可能发挥他们的这个能量 那么这次呢我觉得是蛮成功的一次比赛 那么这次比赛当中呢您的两位选手获得了冠亚军啊 应该也是非常的值得祝贺了 谢谢 那你们怎么评价你们这一组的这个选手呢 是这样当初分给我这五个选手的时候 其实之前我并不知道 这个我想说一下这个选手的分配的情况 当初也是还选我没有参加 那么在分选的那天我们需要就是我跟Bran老师 我们俩需要去抽签就十名 在那天的时候Bran老师先到 所以他呢先抽取了那五名 剩下的五名就是我的 是这样 所以说他就是抽签的 所以不是说我去要的哪个选手 是他就是把就是背起来抽起抽取的 还是就是还有很大的这个随机性 对对对对对就是看运气了 对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选手到了您的组里以后呢 您也在细心的指导他们 因为您作为一个专业的声音老师啊 这是我应该的 我也我也很enjoy这件事 我也很开心 我也想说我也蛮lucky的 就有这五名选手 他们其实他们的基础有的一些 有一些是有一些基础有的是从来没有学过的 其实不是那么平党平和 但是他们都非常努力 我真的我觉得我很开心的就是我交给他们的东西 他们都在努力的去去做去表达去充分的去挖掘自己的潜质 而且呢他们呢在真正的那天的决赛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表现的非常好 我挺满意的 只是我觉得比赛呢 是蛮残酷的 我还是有一点点觉得 遗憾的是这种赛事的这个规则呢 我觉得可能将来是不是能够改进一些 因为每一个有的选手只能有一次机会 那我觉得确确实实有点 有点残酷 残酷 不是一般的残酷 我其实现在心里还在流血 我们都知道这次决赛的现场呢 一些选手呢 可能一些观众吧 对一些选手的这个评分呢 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 不知道您怎么看 评分是这样 我们呢其实呢每个这个评委的 他的观点和他评审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这个世界如果都一样了 那就没有矛盾了 没有就都平和了 那其实生活也无畏了 你说是不是 还是有丰富多彩 我觉得考虑的角度不同 那因为还有一个 我觉得这个比赛呢 他虽然是比赛 他也是一个show 也是一个观赏 也是一个表演 那么我觉得他要也选择一些亮点 所以说我觉得在选择上面 确确实实是一个蛮 蛮斗争的一个过程 而且他要快速 因为比赛他 我们那天晚上大概 比赛进行了三个半小时 我想是这样 三个半小时所以大家蛮疲劳的 不过呢就是说都要把这个进程要缩短 所以要快速去决定 而且呢尤其是在选择自己的学生的同时 所以就 哎呀那种纠结那种斗争 恨不得就就想躲开 就想不要说了 但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以后这个赛事呢 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下 或者说打分呢 在这个打分当中大家集体一起 一起去决定一下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再有很多选手 我可能觉得可能有六七个选手 可能只唱了一首歌 对 就下去了 我觉得他们准备了一个月将近就一个多月出头吧 一个一个多月一点 他们准备了这么长时间 只给他们一次机会 军的就觉得挺不公平的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而且非常用心 特别是我那团队里边的查理 他呢 老实说他在我这团队里面 他其实刚来的时候 他是属于五个人里边最弱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他非常用功 非常努力 非常的用心 可以说比如说 我的团队都在这个程度 他原来在这儿 但是他追 大家都在进步 他追的 就是接近于大家 而且呢在那天 第一首歌唱的 就是我也蛮感动的 我觉得下面台下的很多的观众 接下来我跟一些朋友 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交流 很多人都喜欢他 所以说我在这个 当初接下来这五位 这个选手之后呢 我给他们都安排了 就是至少每个人有三到四次 有的人还有五次课 就给他们上课 然后给他们就是比较细致的安排 包括歌曲的处理 包括给选歌 特别是选歌 我觉得选歌非常重要 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讲 选歌非常重要 那我觉得选歌 第一要选适合自己的 我跟选手说 你不要选 或者流行 当然流行更好 流行 但是这首歌一定适合你 就像一个服装一样 可能现在不流行 但是穿在你身上适合你 那就是流行 那就是好的 对 就是一个好服装 那歌曲也是一样 歌曲如果你唱的时候 它唱的时候 把你的声音特点 把你的声线表达出来 把你的最美的声音表达出来 这就是 这首歌就适合你 那也说过 找到自己 适合自己的歌曲 去练习 不要先去 去尝试一些 太流行 或者说 你觉得这首歌 我喜欢听 但我根本唱不了的歌 那我觉得呢 这首歌 你就先可以先不用唱 根据自己的声音条件 根据自己的能力 对 来选歌 对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 歌呢 是唱好的每个人 因人而异 所以说 比如说 有的人的声音 它 立体感不够 我会让他 更多的 找一些立体感 有的人 他的声音 比较窄 或者发扁的声音 我会 让他另外处理 所以在这里 我不能误导 比如说 你是要这样唱 或者那样唱 但是我认为 一个好的歌手 我一直在说 一个好的歌手 他应该是 各种风格的歌 都应该能唱 比如说 民歌 他可以唱 一个好的歌手 每声 他也可以唱 如果通俗 也可以去唱的 那这是一个好的歌手 我认为 当然我不是说 在说 在电视机前的朋友 你不会唱 你会唱通俗 不会唱民歌 你就不是好歌手 不是这意思 我是认为 歌它是唱的 一种风格 唱的是一种特点 而且每个人 要唱出自己的风格 我想就是 朱刚那天 你也在现场 对 我那几个选手 我就是一直 他们有个别的学生 他们确实是在 有的时候 在模仿一些歌星 最后我给他们 板过来 我说 你们一定要唱自己 把你自己的特点 表达和体现出来 你最后出来的 你最美的声音 不是是你模仿 别人的声音 而是你自身的 声音的条件 和自身的魅力 所以我觉得 他们现在都在改变 把自己的声音 体现出来 特别是那个查理 然后还有这个 那个洋人朋友 Lawrence 他呢 我是觉得 他因为 一个洋人朋友 KV朋友 他能够唱出 我们的中文 用中文来演唱 而且大家都很在掌声 所以他也是下了不少功夫 他也是慢用心的 而且呢 我觉得他也是 为什么选择他 也是因为 他是一个亮点 作为一个 我们比赛 他能参与进来 最后呢 能够进入到决赛 然后最终呢 也进入了八千八千 而又有一个 好像是一个 能够录音的一个签约 我觉得真是挺好的 其实 其他的选手们 我也想跟大家说 无论你得与失 我希望呢 在通过比赛 你得名次 十次要 你得到的是什么 你得到你的 比如说舞台经验 你得到的 如何歌唱 你得到的 从别人那里 你得到了 比如说如何表演 表现 等等 或者说 在挫折面前 你能够振作起来 就是你得到的 不仅仅只是一个名次 或者是一个 一个结果 对 所以我希望呢 就是说所有的选手们 无论是参赛的 和未参赛的朋友们 年轻朋友 老年朋友 中年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不要放弃 因为歌 是能代表人的心声 对 它能够展示你自己的个性 所以说呢 我觉得 你们一定要继续去努力 因为明年 后年 还会有更多的机会 给你们 嗯 说得非常好 谢谢 那么最后呢 我们是不是 迪曼老师 如果一些朋友想学 想像 就是您学习 唱歌的话 能不能再说一下 我知道您有一个学校 是吧 联系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的手机号 我可以给大家一下 021 108 7128 那我的位置在东区 如果说 因为我现在有的学生 还有从北岸 西区 都过来的 都有 那是就是看 每个学生的需要了 所以说我的手机号 是021 108 7128